美国曼哈顿地区检察官4月5日表示 今年2月,一名男子涉嫌在纽约 逾三个小时内暴力攻击7名亚裔女性 被依仇恨犯罪起诉 检察官布莱格指出 2月27日晚间60至90间 28岁的扎荣祠在曼哈顿东部与中部地区 攻击与殴打亚裔女性 有些人是从身后遭到攻击 除了种族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检方表示,嫌犯于3月2日被捕 被控仇恨犯罪三级攻击和二级严重骚扰罪 布莱格说,他的办公室正在调查 27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案 4月5日,第二名嫌疑人 因与加州首府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有关而被捕 这起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 警方称,这第二名嫌犯是已经被逮捕的第一名嫌犯的兄弟 27岁的Smiley Martin是因在枪击案中重伤住院期间而被捕 警方在声明说,当他的病情好转到足以被监禁时 他将因持有被禁止枪支和持有机关枪而被登记入狱 周一,警方宣布逮捕26岁的Danger Martin 他是一名相关嫌疑人 罪名是使用致命武器袭击和携带上膛枪支的罪犯 他的第一次出庭定于周二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枪击事件是否与枪声爆发前的街头斗殴有关 警察局长Casey Leicester说,侦探还试图确定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被盗手枪是否与枪击事件有关 目击者通过提供100多个视频和证据照片来回应他的求助请求 此外,Sacramento消防局发言人表示,伤者中有4名是重伤 截至周一,至少有7名受害者已经出院 周二,仍有两名患者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疗中心住院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残杀暴行引发国际谴责 意大利、西班牙和丹麦等4月5日加入其他欧洲联盟友邦的行列 大举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意大利今天宣布驱逐30名俄国外交官 西班牙宣布驱逐25人 丹麦也宣布驱逐15人 加上法国和德国等驱逐的俄方人员 48小时内总共已有150名俄方人员被要求回国 乌克兰媒体3日报道称 在俄罗斯军队撤离基辅附近的布查室后 发现了大量平民遗体 乌克兰政府指责是俄军杀害了这些平民 呼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 俄国防部认为 这些来自布查室的照片和视频 都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媒体导演的 是乌克兰政府的又一次挑衅行为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外交部今天更宣布 以下令俄国设在国内的两处领事馆关闭 所有人员离境 立陶宛昨天则率先宣布驱逐俄国大使 降低外交关系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 这种大规模驱逐俄国外交人员的做法相当短视 因为这更减少了在当今前所未见 困难危机环境中进行外交沟通的机会 将令找寻解决方案所必要的沟通更为困难 他也警告俄方必将报复 世卫组织日前发布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的报告 此次会议评估了中国专家组提供的临床应用 研究和寻证评价报告 会议最终形成的报告指出 中药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 减少轻型、普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的情况 对轻型和普通型病例与单纯的常规治疗相比 以中药作为附加干预措施时 可以缩短病毒清除时间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 报告还建议成员国在其卫生体系及监管框架中 考虑将中医药纳入新冠肺炎临床规划管理 鼓励成员国考虑使用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模式 推进国际临床实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